Hello 各位股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23日星期三 今天又迎来一个沉重的一天 昨天队二百多,后来收市跌对百多 今天队促二百多 但其实恒指也算是很棒的 为什么呢?因为上证跌了大几十点 现在只是跌二百多点,也算是有交代 通常上证你10点对香港1点,香港10点对上证1点 应该跌几百点,香港跌了二百多点 不算多,一直看着它沽东西 看着它什么都沽,沽到什么都沽 ATM反而不是怎么沽 ATM的沽压并不是很大,跌得相对来说少 因为通常以往,一早就会怒我一群 特别是怒美团,阿里巴巴什么都怒下去 接着就来,但不是 看着它都好像要去找些东西来沽 但因为今早都说了,牛仔比较多 所以我都盯着不了 牛仔有时多,有时会杀 有时又会看对方向 所以通过这些时间,避一避 不太特别去玩 这段时间都尽量避 又是自由乐体 我也没有特别去估计,你去到哪里 总之你穿了多少,我就预计你怎么做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转接位 不停转接位 如果下方不停加牛 根本上我们都很难有一个动力去上 你一下去,你一杀完 你加,加完它上去之后 它又落回来再打你 那你除非有一件什么事 突然间拉升了大家 这个就会脱离了 或者突然间你下得很急 然后一个V这样上去 那你就可以抛离了 这样就可以转到小 但现在暂时就没看到 没见到它是这样的 但对于我这个低位来说 就不是一个这样考虑的状态 近日也有说这些东西 那今天A股也都 早上也不是跌了很多 但之后就不断下跌 那什么事呢 原因都是因为 那些什么 七间公司进入实体清单 借口队它 还有人仔弱 人仔看到已经破了顶 已经升穿了上面 所以就真的 这个也有一个机会 是令到它 这个是不是今天做的 今天在这些高位 所以可能因为这个 就激发了它 破了前顶 激发了它 不停沽一些A股出来 这种不奇怪的 其实这几天 南向也是这样走的 所谓这个北向 不是北水 是北向 北向 就是南水 相对来说 相对走的比较多 因为人仔弱 他们都没办法 他们都要走的 而这些所谓实体清单的东西 其实跟市场的关系有限 大家觉得 跟美国走远了 然后又担心出口经济的问题 如果我们自己这个市场 一直继续 都是打算玩出口为主 那你都应该担心的 也没办法 旁边的人都越来越便宜 价格越来越低 所以变相 你是有压力的 而另外就是 人制偏远 人制偏远 当然跟经济有些关系 也不是完全是外围 但我觉得 他主要是因为 趁着现在 现在就叫做 短短的 架架地做一个双顶 周天是怎么样 看看 有个架架地做一个双顶 而 我觉得他外围 有机会趁着 我觉得外围做事 就像是趁着 杰森浩来到之前 趁着这个预期的空档 大力地勾 早上也有分析过 问题就是 其实你现在的杰森浩 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是白爆出来说话 而大家都在看 到底他放鹰还是放甲 如果你现在不做 不做完这些事情 之后就没什么机会了 所以他现在可能 趁着这两天 今早都说了 明天我们 本来我想预算 已经有些不对劳 因为预算不了 打风 明天就打风 我们就收市 就是小小 变相 少了一天 所以可能今天就加大了 如果他出来 我们避得到 这两天的跌势 四季五开市 可能又没有那么大压力 从大围去看 我觉得他放鹰的机会 相对来说很小 因为走到这一步 已经没有什么需要 而如果他再放鹰的话 会拖延整个市场的预期 对美国自己没什么好处 因为看到 他所稳定的CPI 其实某个程度上 都开始稳定了 等下说说油价 油价就黏了 昨天都黏了 好了 既然CPI已经开始稳定了 如果他再强硬下去 对其他非美国家 其实伤害就很大 然后也会再叉择自己 当然他也不想 大市会很波动 所以我相信他的言论 会是 没什么 中性 偏甲 应该这样居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博得过 而另外就是 昨晚说 看到 那些报酬突然间飙升 最初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 我都以为是 因为OPEC加 做港 各班PK出来 说了一些东西 又说 又说 怎样减产 整天都惨惨惨惨惨 总之就是 想这些方向 以为市场是想着 害怕你 又控制油价 但是这些言论 昨天都已经出了 市场是有反应的 但其实不是太大的 anyway 昨晚我都以为是这个理由 但今早再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事 突然间油价 抽高 抽上去 那报酬 最后发现是什么原因 今天找到了 原因就是 俄乌战争突然出了消息 因为美国突然间有消息 说俄罗斯会在8月24日 突袭乌克兰重要的地点 所以就叫自己的国民走路 看看原因和时间点 这件事 都应该是有机会 是油价抽升的原因 刚刚看到油价是上到95 95 现在开始有些回落 少少 多就没有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这可能是因为油价的原因 同时也有抽高 令到加息的阴漫油更多 觉得油价是不行的 而是一量的 而这样给一些淡油 有一个好的机会 油价低了 我相信那些人都大手入了 所以能保持价 就算这样上落 都没有很大影响 但保持太久 当然不行 而8月24日 就是今天 就是乌克兰的独立日 所以我想 美国佬 说的东西都没有道理 通常他们都看得盡 起码上次说 看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自己说 最终美国佬都看得适合 你真的移动了 起码就证明了 第一次是这样 而关于俄乌的东西 其实早上明登也说过 这个状态 这里就不再公开说 如果你说8月24日 俄罗斯没有做什么 他会怎样呢 尤加当然是跳到PK 不过如果你说他真是 在那天即今天 大举进攻的话 根据乘连司机公开说 如果俄罗斯你做事 我半择直树上身 十倍奉还 都是和你死过的 有回音那只 还还还还 很强硬 他态度 因为现在当然 把炮了 大佬 放几粒海马尸 你就射我 我还给你 我射完还有 所以态度完全不同 而我们 都 怎样说呢 这一棵大小 如果你说真是不幸 开小 即是 即是 真是 开波了 即是真是 无端端俄罗斯 你象征释放两个 就没有 你真是去射别人的 政府 建造物 那市场应该 就会推一下 那就没办法 希望不要 因为市场已经非常非常敏感 美股调整完了 那应该还没有 但是慢慢慢慢做 也不要特别心急 那再看看Jackson Hall 总之Jackson Hall 没有东西 那些东西就上去了 好了 今天主力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说 6098 即是碑果园服务的业绩 首先 这份业绩出了之后 股价 先说股价走势 他就在15.03 那里 弹了上去 15个半左右 即是中午开市 然后大市 就偏远 然后他就慢慢收市 跟着大市跌下来 慢慢上去 即是大约他收市 以及公布业绩 那个时间 那个水平 是相对的 大家差不多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这份业绩 其实市场的态度 就是审慎 但是 不至于乐观 而 实际上 这份业绩的增长 与大市预期30%左右 其实就差不多 而这个预期 都是大半年前 我们看他的 业绩的时候 都已经预期是差不多 都没有特别预期 有多多少 直到这个 多大问题 当时没有烂尾楼潮 没有信心问题 没有那么夸张 而 价格在说 都是30元附近 而整体来说 基本上 其实他没有什么很大的惊吓 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但我们就读一下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 而他今年收入增长 就是112% 主要因为拼购拼表 当然他自己都有交流 拼购拼表为主 所以你会看到 他这么多业绩 然后不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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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完之后就拼入你 然后你拼入来之后 下一年 钱又会再多些 又再买多些 你想不想到 能不能想到 那种状态 就是这样 然后去到一个地步 他没得买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像941那样 走到那个地步 他就不断收现金 就是这样 他的业务就是这样的特色 买他的原因 看好他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原本看好他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不断买 然后他变了cash cow 然后他的cash 多到没有办法 怎么说呢 他是多到没有办法 会多到这样的地步 所以我觉得他是 好在这里 但问题 后来都会找到一样东西 就是有钱 都未必有东西 那些人未必肯买 但其实呢 有一个机会就是 内房出问题 其实内房 是不应该 将自己的物馆买出去 因为他是唯一的cash cow 可以收到钱 但你卖出去的话 那这个时间 就是 你这些大的物馆 去收购的唯一一个机会 这个被他过了一关 就没有你的份 如果你买到 那你之后 就再多一条水口 就是这样看 就是从生意的角度去看 而cash 当中上年我都分析过 其实他买回来的 那些新的物业 去年 就是半年前 那些物业 我都说过 其实他当时那些 那些毛利 其实都已经是 收回来的那些公司 的毛利 比较自己低一点 所以这次也是 其中一个原因 令到毛利 跟不上的原因 不过这里 在他进去的系统之后 我相信这个会有改善 就是慢慢慢慢地变 就是你收购的公司 你本来 譬如假设我是Tesla 我买了一间公司 出来 把你的公司的店铺 人 慢慢地变成Tesla 你慢慢地会跟着那套 这个会慢慢来 然后慢慢地会加价 所以这个 我认为他后面 会有这样的预期 在生意角度 现在的组合当中 迫伏他自己 大约佔了45% 不迫伏自己的物业 自己管的物业 大约是45%收入比分 其他的都是平革 只是55% 是买回来的 就是他一半是买的 其实很厉害的 我可以做这个方法 应该是公乘略地 但是 时机就看看 他还能不能把握 而在管面积 和备用面积 大约都是一比一 8.4亿VS vs 7.7亿 而同期的收入速度 到底如何呢 好像暂时找不到 没有时间看一整份 但是我这样 搜索了就不见有 只要知道 中粮物馆 是为他提供了 大概3千多万的收费面积 给他 而之后的高潮 我估计应该 会知道在哪里呢 就是2007 高潮又可以 低潮又可以 在2007 他在8月30日出业职之后 究竟他会看到 他交付了多少楼 到时大家就会看到 这间公司究竟是否安全 以及他交流速度 是怎样 这个就是 反而会投射到6098 但是无论如何 在卖楼的角度去看 他的横向增长 已经遇到平頸 他们自己都出来说 以后没有办法 只是追求合同面积的扩大 这件事是 停泰调之后 明显已经看到 要到楼房销售增长之后 才有希望 看看他们会不会再有 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这个暂时就是一个冷货期 就是这样的状态 目前也计不了数 而他未来的增长主力 就会变成收购 仍然都要收购 但不会多 还有一个深度的 在你的价值的深度的挖骨里面 可以提升毛利 而这份业绩 我们看到他的毛利下降 当中的一个解释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收购的部分 收购回来公司的毛利 拖累了他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 李长江自己说 主要在丰盛期间 所带来的部分收入 是不能够更长的 主要是一些 增值服务 这类型的东西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 而同时间 他在这段时间的开支 亦都增长很多 所以也令到 顺利是削減了 那个增幅 从财报看到 其实非业主增长服务 增值服务 和社区增值服务 和社区增值服务的收入 都是跟不到整体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东西 我在管面积增了一倍 这一堆东西 应该都跟回一倍 没有一倍就九成 大概没有 没有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风情 第二个就是 他买回来的东西 始终不是他的水平 楼房、佔地 楼房、所在地 那些级数未必是他的级数 所以他未必会有这么大的 增长服务 突然之间回来 但他会将这些业务 慢慢慢慢加进去 渗透 这里可以预期到 会有更好的增长 而另外 甚至乎 令到其他服务类 甚至是收入培振 当你收入培振 由112%增长的情况下 这个业务范畴 是倒退两三成的 而很明显 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些 封城带来的代价 这个是 大家都明白 希望封城 不要太夸张 之后来的 而支出方面 很多更加是 有一个情况 是什么呢? 一倍升的情况 不单是一倍 首先就是 雇员福利 工资 清洁 保养费 这些就增加了 差不多一倍是合理的 这是跟着收入增长 合理的 但广告和 销售费用 这些 不起眼的费用 竟然都增长了两三倍 其中 一项 其他服务 又是其他费用 不知道什么 别说了 其他费用 增长是接近七倍 我们听到七倍很多 那些数据是什么呢? 从原本 去年同期是2000万 现在增加到1.4亿 那也好一点 1.4亿 你不要小看它 其他东西都增长的时候 加加买买 它这些东西就是加加买买 就是一碟 全部都是这样 因为都是一些 小小的 小小的 所以你看到 它虽然不是很多 但其实它在蚕食你的顺利 譬如说 你现在说 有27亿利润 它在蚕食你一亿去 每一样加一些不见几亿 那它的增长 那个顺利增长 就变得更加不跟不上 不要小看它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财务开支 都增加了很多 从原来的1600万 增加到8000万 也是不合乎比例 特别是利息开支 这个我想将来会是内房相关的东西 都是这个常态 不敢便宜 也不想借给你 不要说便宜借给你 因为以往它的利息开始很低 它特别的这一行 它都说过 因为它这一行的特性 所以它的利息开始变低 现在不是 变了常态 这件事也会蚕食你的利润 因为大家看到内房 它都会相关 也会怕怕 中活而言 这份财报 情理之中 不过不失 也是 和半年前预期的 要见到的数据差不多 但是当时还没有停泰潮 因为有这个增长的时候 包括它和合同合约 我们都预计它有增长 才能给到当时 我们认为合理的价格 但这件事突然停止了 你猜不到 你停止了 现在就没有办法恢复 但什么时候恢复呢 就看着 而 现在暂时就算是这样 唯有看市场 到底会给什么 PE 给它 给这个行业 现在是内房低谷 很多物馆股的PE 已经是四五五PE 所以 很客观地去看这个事实 很多已经跌到这么低 但是这件事 又不能够很客观地 反映物馆的价值 因为大家都很恐慌 现在的信心问题 所以变相 我们还要一会儿 才能看到 究竟市场真的愿意给几千里 去修理回来的收益 这个就要再看 但是我估计过 7到12 可能下限就是7 但一般可能是10到12 甚至是好些 而这里有没有什么风险呢 会否保持到呢 一定 当然有 就是烂尾楼 会不会再有烂尾楼 其他公司 我不敢说 其他公司应该都停止了 开花很多 但是有人救他 做一些烂尾楼出来给他们 这个就不知道 但是2007 是国家重点的担保企业 这就是很多新闻 也是第一批出来帮忙 就是他们不会死的 不可以让他们死 也会看到他们很紧 因为不能让他们乱来 而他们也不是很乱来的 碧桂园 不是恒大 那种夸张 我都说了 你做这么大生意 你就是要这么多钱周转 毛利率这么低 我都不太明白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怎样去解读 你可以不做这么大生意 你不要说 你不见他五千亿 俱乐部很happy 然后你又觉得 我借这么多钱 很有问题 他毛利只有几个 纯利只有几个百分比 你卖出去的东西 整个都是肉 整个都是骨 你吃那个肉 你做这么多生意 他怎会不借这么多钱 这是不可能的事 走旗又长 你唯一不让他做 或者你不做那么多 不做那么多 你又不会见到他是top ten 不会见到他是什么 你一直在吹捧他 怎样劲 他又没有份做 这件事 基本上是一个逻辑矛盾 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看他 而2070应该都没什么 因为他始终都是女国企 他不是国企 他可能比国企更重要 他不能死 但未来是否可以继续卖楼呢 我想将来的发展 应该跟今早上明登所说的差不多 以后大城市住不起的人 就会有一批 而那批人 可能上了一年多 回去远程生活 但远程 今早上说 跟我同事聊天 他不是今早上明登 昨天 他其中一个选择 今早上讲买楼 他有一个选择是说 建楼的 他说不要建楼 不是以往的世界 现在建楼都要四五十 在那些地方 到时你看看旁边的邻居 现在最年轻的 有没有五十岁 对吧 很老 其实那些人都很老 日本化的 到时他们每个都过去 到时你自己就变了钉子户 也没有人来搞你的钉子户 那变成你那层楼就不值钱 又没有人要 你住呢 供水供电 到时你自己有风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如 实实在在 去城市 去一些省级的城市 即是重点点的城市 不是省级 是省市重点的城市 去买一层 有人住的楼 一定有人住 最重要的地方 这样去生活 某个程度上 你就会安心一点 你也是 后来说 二十多三十年 可以捱到就可以了 都是这样想的 不要那么辛苦 去到那么老了 不辛苦干什么呢 所以 某个程度上 就会变成 未来就会分化一点 一些省市的重点城市 都会继续有一些经济活力 而年轻人 就会继续往大城市跑 变相都可以补充 就业的一个需求 而经济层级 就会明显出现分别 但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需求 没有问题 而这个时候 新造的房屋 肯定会减少 对楼市有一定稳定的作用 起码不会不停供楼 不停供应楼 到时候只剩下二手楼 光衰 如果你要炒作的 就是想买来投资 一件两件 不要说拿来 怎么说呢 因为一个地方 都不可以全部去买楼 然后你没有楼出租 它也有一个周转的楼房 也不可以长期把空置都交到这么低 所以 租金会很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也会有人买多一两层 变相去更合理 买楼的一个角度 所以到时候 那些二手楼 应该就会 相对来说 起来一个稳定作用 如果它过到这一关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好 它跟科技股一样 它从增长就慢慢走向稳定 稳定到 收到钱便是这样 就没想到它大升 而物管股也是这样 已经不能说横向不停地发展 但是现金 即是那个 即是现金牛的角色 即是它一路收钱的角色 不变 以6098为例 去到一定的 发展到一定的地步 两三年之后 它说到它每年的顺利 有100亿的级别 100亿的级别 每年 而没有什么资本开支 它说到全部都是钱 如果你没有大家想的 将钱送给老母 的话 那它的派息政策 很大机会 就像九死亚那样改变 否则的话 它老母也拿不到钱 对不对 我见到你不断 找到这么多钱 我怎样和你手上拿钱回来 那样 就好像某个明星的妈妈 整天都要赚钱 所以 所以 这个是一个 会是期待的一个去法 现在看 如果你说市场可以给到10p 的话 即是说 它如果用 它 如下来要消化的 8亿的合同 然后去估计 不要说是估计 要有8亿 当然 每年都还会卖一些 完全不卖楼 或者你用一个角度 就是 它的利润每年30%增长 或者 从30% 递减到 规范5年 平均每年20% 看 在未来3-4年之后 它的PE 应该都要腰盖一半 大约5PE 如果你说 真正服务可以做得更好 可能会更快 即是说 如果5PE 已经是一个下限的话 真是很下限 真的 不懂说 然后 如果你说 它去到这个地步 即是去到一个下限的话 现价来说 其实应该是一个底部 如果你说 合理区间是10PE 的话 应该都可以 去到26-30元之间 那就视乎市场给不给你 但是你说这个数据 要在现在的气氛去做 我想有点压力 但是你说 如果有人 是4-C 会发生这件事 可能也会有钱投入 也可能会慢慢追回 17-18元 那 最好 当然是等内房 那件事慢慢解决之后 资金也会慢慢发现 现金牛的价值 在这 最少会有些大资金 会买他们 会有一个稳定的收息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将来会发生 到时候会体现他们的价值 而最大的转业点 应该会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们去到一个 发展到差不多了 那些楼花收到差不多了 就会开始 改变他们的派息政策 可能会增加派息 到时候 他们 那么多现金 没什么可能 一直都会留在这 所以他们应该会 做一件这样的事 而 去到这一刻 可能股价会多些追捧 而有一部分 因为近来 因为金融资产减值的公司 那些内房公司 那些物管公司 近来很多都说 因为那些 金融资产减值 但他们自己核心业务 没有问题 很多都是这样的 假生活也是这样的 做了一间街秀业 好似这么说 都是这样的 当市场回稳 你可以预期在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 那他们到时候 估值呢 即到时 那个价值呢 就很大机会 慢慢浮现出来 就会变成超预期 因为很低技能的效应 那这个情况 曾经在内险中 见过 所以 都没有提涉过那些公司 那些公司也有 薄薄的价值 那 好了 总之 再补充一次 内房的东西 相关的东西 自己要小心一点 要承担到这个风险 因为它是比较浮动的 所以要小心一点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钟底下全部 分享我的影片 还有点赞我 希望明天打风 就没有影响到那么多人 放一个小价 就好了 好的 再见 拜拜 Hello 各位故友大家好 真人的Patreon 终于上线了 未来我们的会员片 独家片 独家分析片 十分钟教学 十分钟分析 以及会员仓 我们都会放在Patreon 以后大家可以去Patreon 看 Youtube 我们慢慢就会发出 而这条影片主要是教大家 如何在Patreon 找到我们 首先就在Patreon.com 然后打入我们的 张三封真人 这里就会显示到 我们的专业的名字 然后呢 你就点击进去 就会进入了我们的页面里面 到页面里面之后 你就会看到 这里有三个会员等级 首先第一个会员等级 就是最基本的 就可以看到我们 所有的独家片 所有的会员片 即人仓 这些 而第二个等级 就是Telegram Telegram 的Member 这个可以进入我们的TG群 可以平时跟我们交流 以及每天可以收到 我早上的 一个早晨明灯的一个播cast 然后另外就是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一个 课程的会员 但这个暂时就未开放 所以这个价钱 是很贵很贵的 大家就千万不要搞错了 我都没办法退钱给你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搞错 这个将会是未来 根据我们尝试开课程的时候 才会参加的 到时候我们会有些片 再介绍给大家 所以暂时就不需要担心 好了 去到下一步 首先你需要自己有一个Patreon 的账号 或者登入自己的账号 然后当你登入完笔之后 或者申请完笔之后 你按OK 你就会登入去 登入去 登入去之后 你就会需要选择 究竟用什么付款的方式 可以用Credit Card 可以用PayPal 如果有Credit Card 就用Credit Card 没有Credit Card 可以尝试用PayPal PayPal也可以随时申请 另外 如果你成功了之后 如果你是Telegram Group的会员 你就会收到一封电邮 这封电邮 就会有一条连续 那条连续 你按下去 它就会在Telegram 里 在这里 发送了个信息给我 就会告诉我 我可以加你 然后我加你 加你的时候 你慢慢同时 都将你的Patreon ID 和你的付款截图 都发送给我 我核实了之后 48个小时之内 我就会将你加入 Group 里面 如果你是普通会员 你都会收到一封 欢迎的电邮 当你收到这封电邮 就会证明 你已经收到成功了 加入了我们的Patreon 好了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记得可以的话 就去Patreon 里加入 做我们的会员 多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